第551章诸判,下,葛天青望着沈洛飞快远去的身影,面上现出复杂之色。执行这个任务的己人礼,恕他的修为最高,当初黄木上人委任陆化名为领队,他面上没说什么,心里其实是颇不服气的。 可此刻无论是陆化名,还是沈洛,展现出来的实力,都远在他之上,让一向自傲的葛天青有些失落。不过他很快摇了摇头,不再多想此事,飞升略向了谢雨昕。 沈洛以云垂震之力催动纯阳剑胚,施展玉剑之术,向前轻轻一窜,便飞出了数里许距离,周围的一切飞快变幻,比他自己施展玉剑之术,快了何止十倍,几乎堪比出翘漆修士的顿速了。 玉剑之术是很高明的飞顿之法,需要人剑通达才能做到,否则他当年早就有了子母剑这柄飞剑,也不必等到纯阳剑胚炼成,才开始修炼玉剑之术。 以云垂震之力施展玉剑之术,原本困难重重,毕竟法阵之力虽然强,可那并非都是他自己的法力。 不过他的神魂之力大增被许,施展各种神通,比以前顺畅了很多,竟然一蹴而就地施展了出来。 赤手真人虽然也施展了秘术,全力非断而逃,可比其沈落的速度,还是差了不少,两人之间的距离非快缩短。 眼看逃之不掉,赤手真人眼中凶光一闪,立刻停住身形,手中无火扇亮起五到九亿的红大光芒,除了之前出现过的赤红,还有金黄,幽暗,纯白,雪红四色火光。 扇上的七根羽毛根根直立,流动着一道道神圣光芒,整个火扇爆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势。 狂妄小子,赤我一扇,赤手真人挥动无火扇,朝后面的赤色剑红奋里一扇。 凤鸣之声传出,一只俗有二三十丈大小的火凤从雨扇内狂涌而出,身后拖着五根长长的淋雨,分别呈现赤红、金黄、幽暗、纯白、雪红五色,和赤色剑红撞在一起。 空的一声巨响传来,火凤和剑红撞击在一起。 剑红一闪化为了赤红巨剑,和巨大火凤相持在了那里,两边都是光芒冲天,彼此毫不相让地互相冲撞,附近虚空隆隆震动。 火凤犹如火雾般再度发出一声响亮清明,双翅一盏,化为一团巨大光球,表面更涌动着五种不同的光运。 这些光运先猛然一缩,然后朝周围又是一掌,眨眼之间,赤红、金黄、幽暗、纯白、雪红等五个巨大漩涡在光球周围凭空生成。 光球散发出的凌压猛然暴增数倍,几乎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向前滚滚一涌。 一声巨响,赤色巨剑瞬间崩溃,重新化为纯阳剑胚,咕噜噜打着转向后倒射,剑胚表面灵光暗淡,显然受损不清。 而沈落、鬼江、白星三人也被震飞,云垂震更被一击打破。 沈落嘴角流出一道血痕,看向赤手真人手中的无火扇,心中也有些惊讶此善威力还在他预想之上,感情赤手真人前几次根本没有发挥此善的权力。 他身旁悬浮着一面青色盾牌,正是莫甲盾,幸好他刚才在最后关头及时祭出了莫甲盾,否则真的要深受重创。 而鬼江和白星没有防御法器,硬生生承受了无火扇的一击,此刻伤势都颇重,尾盾坐倒在地上。 沈落虽然震惊无火扇的威力,却并未停手,不顾身体的伤势,两手立刻连挥。 黄,金,白三色光芒闪过,五月山行印,金色元宝,乾坤带三剑法器齐齐飞射而出,打向赤手真人。 为了云垂震,沈落此刻法力也已经见底,只能勉强催动这三剑法器。 赤手真人虽然一扇击退了沈落三人,可他自己法力消耗也非常严重,眼见三剑法器汹涌而来,他面现金木,手中火扇再次一扇。 一片五色火焰汹涌而出,比之前也稀薄了很多,冲向三剑法器。 五月山行印和金色元宝光芒大放,挡在最前面,和五色火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巨响,相持在了那里。 沈落掐绝一挥,一道白色长虹突然从五月山行印的一脚射出,迅疾如雷地射出十几丈距离,打在五火扇上。 五火扇卡的一声,凝出一层白色冰晶,而赤手真人持善的手掌却丝毫无恙。 五火扇上的灵光突然技术消失,好像突然失去了所有灵性一般。 赤手真人大惊,立刻强运法力,试图催动五火扇,震碎周围的冰晶。 可白色长虹突然后缩,一股剧力猛然爆发,赤手真人五指一热,五火扇脱手射出,揍得一声,没入乾坤袋内。 我的五火扇,管我扇子,赤手真人五官技术扭曲,不顾一切地朝乾坤袋扑去。 乾坤袋内蓝影闪过,一柄蓝色飞剑垫射而出,刺向赤手真人的脑袋。 赤手真人悚然而醒,手中赤光一闪,多出一根赤色短棒,蓝向蓝色飞剑。 可就在此刻,飞剑左右两端卡的一声轻响,两道纤细紫剑射出,迅疾无比地围绕着赤手真人的脖颈一转。 赤手真人脖颈一歪,脑袋掉了下去,人也扑通栽倒在地上。 沈落紧绷得身体一松,扑通一声,也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他的法力已经近乎彻底耗尽,急忙取出一枚恢复丹药服下,盘膝坐下,运功练化。 随着一缕缕法力在他丹田内生成,沈落苍白的面色也渐渐恢复正常。 陆化明和金河龙王战况未明,他也不敢在这里休息太久,法力恢复小半便站起身。 他先施展通明之术,将白星送回东海,又将鬼将收入乾坤袋,然后来到赤手真人的尸体旁。 他发出一股蓝光,在赤手真人的尸体上一浮而过,蓝光中卷出了两物。 其中一物是一枚暗红戒指,正是赤手真人的储物法器。 另一物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灰色玉牌,一面会刻着一幅地图,只是地图前后断序,看起来似乎只是完整地图的一部分, 上面也没有标记地面,不知道是指什么地方。 另一面却写着两个四字飞字,四话飞话的符号,沈洛也不认得。 此物是从赤手真人的贴身之地找到,显然其对此物非常重视,可却没有收入储物法器内,颇为奇怪。 他又翻看了玉牌两下,实在看不出头绪,便收入琳琅环内,储物戒指也收了起来。 做完这些,沈洛随手取出一张烈火符,火化掉了赤手真人的尸体,这才转身朝来处飞去。 第552章 营救堂皇 一 不多时,沈洛回到了祭坛附近,借雨昕躺在祭坛附近,胸腹间的伤口已愈合不再流血,呼吸也变得均匀,显然已经服下了疗伤乳灵丹,只是人还没有苏醒。 而葛天钦此刻正催动那三根黑色铁钳,幻化出一道道黑色牵引,攻击着祭坛周围的一根石柱。 铁钳之上自拉作响,缠绕着一道道黑色雷电,每一次击出都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可这六根石柱不知是何物著成,坚固无比,被三根铁钳刺出一片蜂巢般的小孔,可丝毫没有崩毁断裂的迹象。 沈洛看到此目,眉头微皱,沈道友,那赤手真人呢?看到沈洛返回,葛天钦停下手,问道,之前偷袭砍掉他右手的就是赤手真人,葛天钦对其愤恨异常。 此了,沈洛淡淡说道,葛天钦听闻这话,眼帘微和,神情间的冷意消散不少。 陆道友不知还能抵挡那金河龙王多久,我们快击破此地尽致,救出堂皇。 沈洛没有戏说击杀赤手真人的过程,眼睛望向祭坛,立刻说道。 祭坛之上,堂皇仍旧陷入昏睡,连有醒来,可也没有遭到伤害的样子,让他微微松了口气。 好,不过破解尽致的时候要当心,千万莫要直接碰触那六角轮盘光幕。 葛天钦说道,哦,为何,神洛眉梢一挑,那金河龙王离开后,此处的禁止不再运转,我刚才抱着万一的念头试探了一下这六角轮盘的禁止,此禁止有些诡异,不管是法力还是法器,只要和其一接触,施法之人立刻就会变得浑浑噩噩,和之前被禁止之力波及时一样,要好一会才醒过来。 葛天钦神情凝重地说道,神洛听的眉头一皱,随即又舒展开。 这也正常,毕竟这个六角轮盘禁止是金河龙王亲手布置的。 既然禁止碰不得,我们就破坏这六根石柱,神洛陈生说道,手立刻一扬,一轻一黄两道宝光脱手射出,却是青色短斧和五月山形印。 他身上法器众多,可攻击力最强的还是青色短斧和五月山形印。 纯杨剑配的红莲夜火对于生灵,鬼物都有奇效,可用来攻坚,却远不如另外两剑法器。 两剑法器狠狠打在葛天钦攻击的石柱上,发出两声巨响。 石柱一震,表面被击出两道数寸深的痕迹。 神洛虽然早已知道石柱坚固,可亲眼看到此目,仍旧心下一沉。 不过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再次催动二宝,又一次轰下。 葛天钦也催动三根雷电铁钳,攻击石柱。 两人联手之下,效率立刻加快了一倍。 石柱虽然坚固,也经不起二人切而不舍的攻击,经过半课中的轰击,主子被击毁了大半,摇摇欲坠。 助手,一声幕后从远处传来,好像炸雷一般,同时一道青黑盾光出现在远处天际,如电射来。 那老东西回来了,快,最后一击,沉落双目大睁,全身蓝光大放,两手向前一探。 五月山形印黄光大盛,凝成一座数十丈大小的五指巨峰,携带万军之势力,砸向石柱。 而青色短斧上雷光大放,尤其辅刃上亮起刺目的雷电,刺的人根本无法睁眼,披向石柱的破损之处。 葛天青也两手飞快掐绝,三根黑色铁牵表面黑光一闪,竟然融合为一,化为一根漆黑双头锥。 他单手抓住双头锥,低喝一声,将其朝着石柱全力一指而去。 刺耳的肩鸣声抱起,双头锥化为一道黑色雷电向前射出,瞬间变到了石柱之前。 所过之处,虚空被划出一道隐约的白痕。 庄头追上黑色电光闪动,狠狠扎到了石柱破损之地。 两人的攻击几乎同时打在石柱上,发出一声惊天巨响,附近虚空狂颤不已,掀起一阵狂风。 石柱剧烈颤抖后,发出枝牙一声难听的声音,整个石柱从中间的破损处断裂,上半截石柱被击飞出去。 一根石柱断裂,六角轮盘尽致的一角顿时塌陷,露出一个缺口。 神弱大喜,身形朝里面飞掠而去。 葛天青也是一样,朝祭坛内射去,两个小贼,竟敢坏孤大势,那命来,金黑盾光迅及如电,眨眼便飞射到祭坛上空,显现出金河龙王的身影。 金河龙王此刻颇有几分狼狈,身上衣衫碎裂,多处受伤,鲜血几乎染红了小半个衣袍,只是气势与此前相比并未有太大变化。 其单手一扬,左手五指一分,朝着下方一抓而下。 驱空轰的一声问响,一股飞人的距离从半空一压而下。 神弱二人身体一沉,背脊上如同压了一座大山,动弹一下也觉得困难,更别说进入祭坛禁之内了。 可就在此刻,金河龙王一道金色流光从后方如电射来,刺向龙王的胸口,金光中是一柄骑形金色长剑,正是斩龙剑。 金河龙王面线惊怒之色,故不得攻击沈洛二人,闪身朝旁边躲闪,可胸口仍旧被剑尖刺中。 龙王低喝一声,胸口瞬间浮现出一层金色龙鳞,剑尖化在上面,发出刺耳的声音,火星四射。 龙鳞被划出一道身痕,只有丝丝鲜血渗出,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 金河龙王躲闪的时候,右手两指对着沈洛二人隔空一谈。 沈洛二人头顶的压力咒消,急忙朝禁止内扑去,可二人没迈出两步,背后响起刺耳破空之声。 两道黑光凭空出现,里面却是两节黑油油的指甲,迅疾无比地打向他们的后背。 沈洛全身如坠冰窖,两手不假思索地朝后面一挥,一道青光闪过,墨甲顿凭空出现在他身后,写显抵挡住了黑色指甲。 当的一声巨响,握甲顿剧烈震颤,散发出的青光更是剧烈颤抖,不过并未崩溃。 沈洛后被一热,一股尖锐无比的力量透过盾牌,传递进了他的体内。 他背上一热,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连人带盾被撞击着向前飞盾而去。 一声惨叫从旁边传来,一旁的葛天青也及时寄出一面灰色盾牌,抵挡另一节黑色指甲,只可惜灰色盾牌只是上品法器,只抵挡了一瞬便被冻穿。 黑色指甲随即将其身体贯穿,击出一个血洞。 葛天青身体一软,萎靡倒在了地上。 第553章 营救堂皇 2 葛道友,沈洛看到此幕,惊呼出声,可现在不是照看葛天青的时候,他强忍身体的痛处,背后顶着墨甲顿向前飞扑,搜得一声,终于扑进了六角轮盘进之内。 金河龙王怒哼一声,右手尖青光一闪,那柄青色龙刀浮现而出,朝着沈洛狠狠一展。 可那斩龙见一个闪动出现在青色龙刀前,架住青色龙刀的披斩。 震天的金铁交击声中,金青两色的光芒激烈冲击在一起,朝着周围隆隆扩散而开。 陆化明的身影在金色长剑旁边一闪现出,看起来也满身伤痕,显然刚刚二人的厮杀,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他紧咬牙关,手中斩龙剑金芒暴涨,如同烈日般刺目,奋力一聊,哼了一声巨响,将青色龙刀震飞。 金色剑芒汹涌,从金河龙王的胸口一披而过,将其斩成两半,可却发现只是一道残印而已。 金河龙王的身影在陆化明身后显出,手中龙刀一刀披下。 可陆化明的身体也是一晃,凭空消失不见。 沈洛刚冲进祭坛尽至,铺天盖地的尖锐笑声和刀剑割裂虚空的锐响,便一股脑冲入他的耳朵,差点将他的耳膜撕裂。 他抬头望去,只见半空之中两道残印在互相闪烁追逐,彼此都快似闪电,周围虚空中充斥着绚丽的剑气和刀芒。 各种匪夷所思威力其大的艺术神通,雷轰电闪般无情地彼此攻击着,不时有几道宏大的剑气刀芒从半空射下,落在地面上。 那些剑气刀芒威力极大,地面被轰出一个个巨大深坑,深坑附近的地面更浮现出蜘蛛网般的裂痕。 有两道金色剑气还打在了祭坛上的六角轮盘静置上,静置猛烈颤抖,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看起来非常坚固。 沈洛眼见此景,暗自松了口气,取出一枚普通的疗伤般药服下,然后抬手发出两道蓝光,卷住了外面的葛天青和谢雨昕,猛的一拉。 半空的两人激烈厮杀,顾不上地面的情况,沈洛顺利地将葛,谢二人拉进了禁制内。 葛天青胸口破裂了一个大洞,鲜血蜂拥而出,伤势比之前的谢雨昕还要重得多,气弱有丝。 若不是其先前服用过疗伤乳鲁丹,还有不少药力留存体内,他此刻已经陨落。 沈洛翻手取出装着疗伤乳鲁丹的药瓶,里面的丹药只剩下四枚。 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取出一枚疗伤乳鲁丹给葛天青扶下。 两人一路同行而来,葛天青也帮助过沈洛几次,做事起陨落而亡,他还做不到。 葛天青山口处顿时泛起丝丝白光,鲜血很快停住,一道道血丝肉芽蜂拥长出,巨大的山口开始缩小。 沈洛不再理会葛天青,纵深月上祭坛顶端,来到堂皇附近。 堂皇此刻被一道灰白色的绳索捆附在墓架上,动弹不得。 沈洛翻手取出青色短斧,便要朝灰白绳索斩去。 你是,一个声音传来,堂皇不知何时醒了过来,微待惊讶地看向沈洛。 在下沈洛,奉承国公和黄木上人之命,特来搭救陛下,陛下稍等,我马上救你下来。 沈洛说了一声,手中短斧化为一道轻影,斩在灰白绳索上。 这灰白绳索竟然也是一件异物,青色短斧斩在上面,竟然只将其斩断了小半。 就在此刻,头顶的六角轮盘禁止突然灰白光芒大放,一股奇异禁止之力蜂拥而下,笼罩住了沈洛。 沈洛一时一昏,眼前浮现出无数幻象,好像陷入了无尽轮回之中,和之前被禁止之力波及时一样。 只是他这一次是近距离被禁止照住,幻象强烈了十倍不止,他来不及运起不周震神法,一时就变得浑浑噩噩,整个人呆立在那里,好像变成了尼苏木偶。 堂皇也被禁止波及,神情同样变得恍惚,呆立在了那里。 半空之中,金河龙王一边抵挡陆化明的攻击,一边关注着地面的情形,看到沈洛被禁止控制,暗自松了口气。 他现在被陆化明缠住,沈洛若真的救出堂皇,他也无力阻拦,幸好他之前不止禁止时留了一手。 然而就在这时,祭坛附近虚空波动一起,一道白色光门凭空出现。一道人影从光门内飞出,却是一个白衣少女,正是理性少女。 少女此刻神情和平时迥异,嘴角挂着一丝笑容,眼神平静而睿智,似乎能够看透大千世界的一切。 他一出现,目光朝中围一扫后,立刻朝祭坛射去,一晃便从六角禁止的缺口飞入祭坛内。 半空之中,金河龙王看到此幕,心中一惊。看到对方分神,陆化明手中斩龙剑修的刺出,金色剑盲突破金河龙王的防御,斩在其小腹上。 这次金河龙王猝不及防,没有来得及运起龙林防御,小腹处被斩出一道长长伤痕,鲜血飞剑而出。 金河龙王怒吼一声,手中青色龙刀刀光大胜,身体旋风般旋转,极弱闪电的朝着陆化明连斩三刀。 当当当三声巨响,陆化明虽然勉强接下三刀,人也被劈飞了出去。 逼退陆化明,金河龙王掐绝冲下方一点。 下方即台上的六角轮盘禁止急速转动,原本半透明的禁止光幕瞬间变成实质,并且绽放出耀眼的灰白光芒。 一股强大轮回禁止之力从六角轮盘中蜂拥而出,方圆数十丈内都被这股禁止之力波及,六角轮盘之下禁止之力更是汹涌澎湃。 管你是谁,乖乖待在禁止里面吧,金河龙王冷哼一声,转身继续和陆化明厮杀在了一起。 六角轮盘禁止下,李姓少女全身身上泛起一层白光,周围虽然轮回禁止之力如潮,可都无法对其造成分毫影响。 李姓少女看向呆立的沈洛,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屈指在其眉心处一点。 一道白光从少女指尖射出,渗透进沈洛的眉心内。沈洛提表也泛起一层白光,身躯一阵之后,眼神很快恢复空明。 是你,阁下施法救了我,多谢相助,她看到眼前李姓少女,立刻认出对方,眼神一阵变幻后,拱手谢道。 第554张营救堂皇,3。我不过略微出手扶住了一把而已,谁小有能这么快醒来,全靠你自己意志坚定。 还有纳布周震神法,此法虽然出自恋身坛,却是不可多得的精妙震神法门,小有好好休息,日后必然大有用途。 李姓少女对沈洛含笑说道,声音却是浑厚男生。 阁下不是李道友,你是何人?沈洛听到这个声音,面色豁然一变,戒备地盯着少女,沉声问道。 李姓少女却没有回答她的问话,白葱斑的手指在捆腹堂皇的灰白绳索上一点。 灰白绳索表面泛起一层白光,其好像活了过来,自动扭曲起来,松开了堂皇的魂体。 堂皇失去禁锢,身体从木架上掉落,李姓少女正要上前接住,人影一花,堂皇的魂魄凭空消失不见,却被沈洛一把抢走,飞掠到祭坛另一边。 阁下还没有回答我,你究竟是何人?为何会到此处来?沈洛盯着李姓少女,沉声问道,手边泛起一层赤色光芒。 桥有是沈洛吧,我听成国公和皇墓上人多次提过你,我是袁天刚,并非敌人。 陛下神魂被人拘走,在下无法,只能借用叔公主的身体,凭借其和我皇的血脉支离感应,传送到了此地。 李姓少女没有生气,拱手含笑说道,你是国师袁天刚,如何能够证明?沈洛神情一惊,但很快便又恢复了平静。 沈声问道,脚有这道难倒我了,我们先前未曾见过,想要证明我的身份恐怕不易,不过我附身的这位是货真价实的大唐公主,这是她的玉碟金册,道友可以查看。 李姓少女取出一本金色书册,递给沈洛。沈洛看着李姓少女一眼,却没有接金色书册,退后一步,朝其躬身行了一礼。 原来是国师降临,在下先前得罪,还请阁下恕罪。 哦,你没有厌茶玉碟金册,怎么突然相信了我的话? 李姓少女眉头一挑,收起手中金册,笑着问道,若阁下乃是歹人,方才根本不会救我,一刀便能轻松结果我的性命。 其实在下先前便觉得阁下所言非虚,只是陛下关乎大唐江山社稷,不得不慎重处理,所以出言试探了一下,还请国师大人勿怪。 沈洛说道,将堂皇魂魄交给了李姓少女。 年轻人不骄不躁,处世冷静,有勇有谋,怪不得陈国公非常喜欢小友。 李姓少女接住堂皇魂魄,点头说道,国师大人如此称赞,在下愧不敢当。 沈洛面色谦逊,没有一丝自得。 好了,闲话以后再说,陛贤只此番不惜大损元气,至此潜力即将耗尽,谁小友你快去助他一臂之力。 陛贤只一旦落败,不仅我等都要陨落于此,大唐射击亦将面临大难。 李姓少女抬头望向半空,眉头微醋地说道。 沈洛抬头望去,面色微变,只见半空中陆化明身上白光暗淡了很多,手中窄龙剑射出的剑芒也缩小了近半。 远不如之前辉煌宣赫,原本是军力敌的战斗,陆化明显然已经落入了下风。 沈洛心中逆紧,虽然知道自己绝非金和龙王的对手,却也没有退缩之意,眸光一转,你定了一个计划,便要上前。 沈小友稍等,我现在以神魂附体公主身上,无力相助你们,不过舒公主身上有一道我赠予她的五彩娃娃服,能够替抵挡三次致命攻击,这里转赠小友,助你一臂之力。 李姓少女突然叫住沈洛,取出一枚银色符禄,递了过来。 符禄的周边会刻着一道道神秘的花纹,组成一个矿形,矿形中央是三个微妙微笑的人形图案,再发出一股特殊的波动,看起来玄妙无比。 多谢袁国师,沈洛文言大喜,结果此服佩戴在身上。 有了这枚福禄,她计划的成功率大增。 五彩娃娃服一碰到她的身体,立刻化为一团荧光,融入其身体内。 更有一股精纯元气从五彩娃娃服内涌出,她体内法力立刻恢复了不少,虽然还没有全满,却也恢复了大半之多。 沈洛心中在此一喜,不过此刻却顾不得细查那五彩娃娃服,立刻略出尽致,欲见冲天而起,直扑金河龙王而去。 她两手一挥,一轻一黄两道宝光在此射出,极弱留心地打向金河龙王,正是青色短辅和五月山行印二宝。 金河龙王眼见此景,眸中露出惊讶之色。 甲方的轮回禁止是她和地府之人合力不治,就算是她自己也没有把握可以抵挡,审落竟然能脱困而出。 她虽然感觉意外,却也没有慌乱,右手催动那青色龙刀继续对抗陆化明,左手五指一张,指尖金芒闪过,身前一闪现出一柄金色短锥。 短锥长半尺,通体金黄,锥头锋利无比,锥身却有些弯曲,看起来龙脚,仿佛是用龙脚链制而成。 锥身笼罩着一层蒙蒙的金光,散发出骇人的灵力波动,远超法器的范畴。 金河龙王掐绝一点,金色短锥发出一声长鸣,金芒大盛起来。 嗖嗖嗖,刺耳锐笑之声响起,无数碗口大小的金色锥引飞射而出,道雨般朝沈落狂涌而去,不仅数量多,速度更是极快。 沈落瞳孔一缩,张口喷出一口金唇法力,一闪注入青色短辅和五月山形印内, 二宝光芒大放,和无数月牙光刃撞击在了一起。 噗噗之声接连不断地响起,青色短辅雷光连闪,很快发出一声哀鸣,被金色锥引击碎,化为无数流营飘散。 而五月山形印中围的五月山影也剧烈颤抖,眨眼间也被金色锥引击溃,现出水缸大小的印身。 大片锥引继续蜂拥而来,打在上面,五月山形印本体上顿时浮现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斩痕, 灵光飞快变得暗淡,但仍旧顽强地挡在沈落前面。 沈落眼见此景,面色一尘,急忙掐绝一挥,握甲盾立刻飞射而出,挡在五月山形印前。 盾身轻光大胜,周围更浮现出一个玄规虚影,看起来稳固无比。 无数金色锥引倾泻而来,打在墨甲盾上,发出密集的轰鸣巨响。 墨甲盾不亏是十二层禁止的极品防御法器,无数锥引打在上面,墨甲盾只是剧烈颤抖, 灵光狂闪,却并无破损的情况出现。 沈落暗自松了口气,左手立刻一挥,一金一银一挥三道光芒从他身上射出, 绕过大片金色锥引,从另一个方向朝金河龙王打去, 正是金色元宝,银玉镯,还有一个灰色飞轮三剑上瓶法器。 他右手也没有闲着,翻手取出三张落雷符,同时一击而出。 轰轰轰三声雷鸣巨响,三道粗大雷霆浮现,撕裂空气,披向金河龙王。 第555章 银旧堂皇,四 小贼羞狂,金河龙王眸中暮色一闪,转手面向三道落雷,张口一喷。 一道水桶粗细的金色龙岩从其口中喷涌而出, 其中还夹杂着黑绿光色的森寒光芒,看起来诡异无比, 和三道粗大雷霆撞在了一起。 只听吃来一声,三道雷霆如同烈火欲水, 雷光闪了几闪,就化为几股惊烟,凭空消失不见。 而龙王左手掐绝一点,原本打向沈落本体的无数金色追影立刻掉转方向, 打向袭来的三剑法器。 一连串的撞击大响后,三剑法器也被禁述击毁,爆裂而开。 沈落面色平静,似乎对于法器的损毁, 没有丝毫痛惜的意思,口中念念有词, 双脚之上月影光芒大放,身中还浮现出丝丝绿色光芒, 人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他凭空出现在金河龙王身后树杖, 两手在此一挥。 数百张浮路密集射出, 跨为一道道小些的雷电,火焰, 形成一片树杖大小的雷电火海, 朝着金河龙王汹涌而去。 在没有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 一柄剑光暗淡的赤色小剑从沈落袖中射出, 正是纯阳剑胚, 混杂进了雷电火海中, 朝金河龙王飞去。 这些小雷幅,烈火幅当个威力虽然不大, 可数百张叠加在一起, 却爆发骇人的雷火波动。 金河龙王不妨沈落竟然会突然出现, 被雷电火海狠狠打中, 身体一个亮呛, 固体光芒也被击散不少, 后背更被烧灼出一片焦黑伤口。 骤然遇袭, 抵挡陆化明的那柄仓青龙刀也出现了一丝紊乱。 和其正面抗衡的陆化明眼睛一亮, 两手车轮般掐绝, 斩龙剑金光大放, 一道龙形金光从剑身射出, 缠绕住了苍蒙龙刀。 与此同时, 斩龙剑剑芒大放, 一道十几丈长, 月牙形状的剑芒飞射而出, 披向金河龙王脖颈。 你们找死, 金河龙王勃然大怒, 右手金光大放, 迅疾一探而出。 他的手掌瞬间化为一只猙獰龙爪, 赫然一把将斩龙剑射出的剑芒抓住, 一把捏碎。 他随即张口喷出一道龙园, 一闪融入金色短锥内。 金色短锥金光大放, 爆发出骇人的煎鸣之声, 然后一闪而适地暴射而出, 没入雷火之海中。 几乎在同时, 雷火之海另一侧金光一闪, 一道金色残影迅疾无比射出, 根本不给沈落任何反应的时间, 打在他的胸口, 瞬间洞穿而过。 沈落胸口被洞穿出一个顽口大的血洞, 心脏已经被绞碎, 鲜血暴雨般泼洒而出。 金河龙王面上露出冷笑之色, 视线正要从沈落身上移开, 专心对付陆化明。 可就在此刻, 沈落身上亮起一道耀眼荧光, 胸口的血洞竟然瞬间消失不见, 露出光洁胸口, 连一丝伤痕也没有留下。 他手掐剑绝, 一点而出, 金河龙王身旁的雷火之海内耀眼赤光一闪, 一柄赤色小剑电视而出, 扑得一声刺入金河龙王背后的胶黑伤口处。 什么, 金河龙王面上变色, 随即立刻前韵体内腰力, 体表金黑两色光芒大放, 身躯肌肉颤动, 发出铁片颤动的嗡嗡之声, 试图将赤色小剑震开。 其, 沈落手中法觉连变, 口中低喝一声。 脚剑上红光大放, 大片红莲夜火从赤色小剑上蜂拥而出, 形成一团脸盆大小的红莲火焰, 融入金河龙王体内。 红莲夜火, 金河龙王眼中射出惊恐之色, 先前长安城金光河一战, 沈落虽然既出过纯阳剑胚, 可纳时纯阳剑胚温养不久, 威力尚弱, 红莲夜火的强大威能也没能尽数展现, 而金河龙王专注取得龙手, 没有留意到沈落拥有此火。 金河龙王大好一声, 全身金黑光芒狂放, 形成一道十几丈长的金黑光柱, 并且狂闪旋转起来, 竭力想要将融入体内的红莲夜火逼出。 若是其乃是龙身, 凭借其身后的法力, 或许能够做到, 可金河龙王只是取回自己的龙手, 大部分身体还是魂体, 被红莲夜火死死克制。 红莲夜火非但没有被逼出, 反而搜得一声融入其身体最深处, 纯阳剑胚也随之霉入金河龙王的身体。 爆, 沈落两手张开, 结出一个莲花形状的法印, 口中大喝一声。 一声爆裂闷响从金黑光柱内转出, 一道道红莲火焰从中动射而出, 将金黑光柱烧得千疮百孔。 金黑光柱剧烈颤抖, 很快发出一声巨响, 彻底爆裂而开。 一团黑光从中电射而出, 化为一道黑色长红, 朝着远处电射而去。 沈落挥手召回纯阳剑胚, 想要遇见追赶, 可那黑色长红速度快得骇人, 眨眼间便飞射出了数里之外, 显然追不上了, 只得停下身形。 一道金光从旁边射出, 朝着黑色长红追去, 却使那个金色短锥法宝。 可能是因为金河龙王受创, 金色短锥上光芒暗淡, 速度远不如之前迅疾。 沈落眼睛一亮, 立刻掐绝一挥, 他腰间的乾坤带立刻飞起, 喷出一道白色长红, 瞬间卷住了金色短锥。 短锥上瞬间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冰晶, 散发的金光再次变得暗淡, 而乾坤带内射出一股强大犀利, 将磁宝死死拉住。 沈落右手发出一股蓝光托, 也一下照住金色短锥, 奋力禁锢住磁宝。 可金色短锥仍旧剧烈震颤, 试图挣脱沈落的禁锢。 就在此刻, 远处的黑色长红上方金光狂掌, 一道粗大剑影披落而下, 斩在黑色长红上, 生生将其劈断了小半, 一声淒厉的怒吼从里面传出。 但黑色长红顽强舞无比, 速度猛然加快数倍, 瞬间消失在远处天际。 两个小贼, 这两件之仇, 我们来日再算。 金河龙王愤怒的声音远远传出, 听起来中气不足, 显然受创极重。 金河龙王飞逃消失, 金色短锥顿时失去了所有力量, 不再挣扎, 被乾坤带搜的一声, 吸入其中。 沈洛吉芒发动乾坤带内的禁制, 将金色短锥层层包裹, 又传音吩咐鬼将小心看守, 这才放心停手, 身形从半空落下。 附近祭坛周围的六角禁制光芒此刻闪动起来, 突然发出一声问响, 土崩瓦解, 飘散消失, 显现出理性少女几人的身影。 沈公子好手段, 竟然有红莲夜火在手, 日后必定成就大器。 这里就交给你和陆贤侄, 我先带陛下和这两位小友离开了。 理性少女对沈洛点点头, 随即一手抱着堂皇, 另一手发出一道白光, 卷起谢雨昕和隔天青的身体, 朝着不远处的白色光门射去, 没入其中, 竟然干脆利索地走掉。 机人身形消失, 白色光门微一波动, 飞快隐去不见, 好像从未出现过。 沈洛正要向袁天刚请教是否要去追金河龙王, 哪知其竟然转身就走, 他不禁愣在那里。 就在此刻, 半空金光一闪, 陆化明的身影也从半空落下。 他身上白光剧烈波动, 飞快减弱, 而他身后的那个模糊人影闪动了几下, 也隐漠不见。 陆化明身上环绕的庞大气息飞快消退, 几个呼吸皆恢复了以前的境界, 人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面色煞白一片, 身体更筛糠般颤抖。 第556章 赋予之争, 陆兄, 你怎么样了? 神弱见状, 连忙一步赶上前去, 将陆化明搀扶起来, 关切道, 我没事, 只是力量消耗过去, 你快追上去, 一定不能让这条涅龙逃走, 否则长安鬼换难平,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百姓。 陆化明面色苍白如指, 勉力睁开眼睛, 托付道。 说话间, 他一把将手中斩龙剑拍了在沈洛手中。 沈洛文言, 略意犹豫, 一把握紧了手中的剑柄, 点了点头, 道。 放心吧, 交给我了, 你自己小心些, 说吧, 沈洛手提长剑, 取出两张神形假马符贴在了腿上。 只见双腿触符纹亮起, 符指燃烧成碎片灰烬缠绕在他腿上, 身形便猛然冲了出去。 身后的陆化明以着一块石头缓了老半天, 脸上才恢复几分血色, 扶下一枚金黄丹药后, 双手掐了一个法绝, 开始打坐调息起来, 只是他体内仅存的一丝法力才刚一调动, 一股强烈无比的疲倦质感顿时袭来。 他只觉得眼前天地都随着他的眼皮缓缓沉了下来, 神识逐渐变得模糊, 旋即朝着一旁一头栽倒了下去。 沈洛一路追出去离许, 却始终不见金河龙王的身影, 只能隐约感受到其身上散发出的龙血气息。 只不过, 这股气息与敖红身上的很不相同, 充满了阴冷邪恶的感觉。 半个时辰后, 沈洛来到了一片贪图, 他放眼朝前望去, 只见身前地面上既是黑色淤泥, 只是因为没有水的缘故, 已经干涸板结, 地面上到处都可看到密密麻麻的军裂痕迹。 贪图更远的地方被一层模糊雾气遮蔽,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 沈洛眉头微醋, 鼻子皱了皱, 嗅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息。 就在这时, 一道呼啸风声骤然响起, 右侧地面一阵飞沙激荡而起, 裹着一股狂暴力道, 朝着沈洛横扫了过来。 沈洛视线稍一天转, 双脚猛一跺地, 身形高跃而起, 直冲入数十丈高空。 其身下一条粗状龙尾横扫而过, 激起一阵龙龙声响。 沈洛身形下坠, 早有一道赤洪剑光飞射而出, 玄庭身下将他接住。 聂龙, 重伤如斯, 还不肯束手就寝吗? 沈洛遇见玄空, 手持斩龙剑, 怒道。 吼, 回应他的, 是一声饱含怨恨的龙吼之声。 与之伴随着的, 则是一股浓雾滚滚的黑色烟气, 好似龙溪喷咽一般, 锁过虚空中顿时生出一股腐朽衰败气息。 宁丸不灵, 沈洛见状, 不再劝阻, 定乱一声后, 双手握住斩龙剑, 刀举过头顶后, 全力运转纯阳剑绝功法, 朝着前方重重斩落而去。 只见斩龙剑上亮起一道赤金色光芒, 一条龙影浮游其上, 紧接着便化作一道高达百丈的巨大剑影, 风略一起, 便将四周映照得恍如白昼。 沈洛遇剑斩下, 便如孤风倾倒, 裹挟着黄黄天威, 激荡起阵阵强烈的波动涟漪。 那股黑色烟气与这剑风金光芳一接触, 便如冰雪遭逢烈洋一般, 瞬间被蒸发融化, 那道剑光则是一往无前而去, 落在了那片滩土之上。 空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无比的进风如同两道气墙一般, 从剑光阵中向外排挤而去, 将弥漫滩土的朦朦雾气技术推开, 在中央形成了一道巨大无比的空洞地带。 那片区域上, 出现了一道深达石树杖的巨大勾壳, 里面拥有阵阵剑气残于冲天而起, 搅得那里的虚空都有些混乱。 然而, 在那勾壳尽头处, 却站着一道笔直身影, 浑身血迹斑斑, 正是金河龙王。 此刻, 他已经是重伤难返, 再无一战之力了。 沈落身形前掠, 逐渐落下, 手中长剑一指那人, 目光锐利。 没想到, 我带着无尽怒火和怨恨归来, 竟然会栽在你们这一群矛头小鬼手上, 看来大唐的气韵还是很旺盛啊。 金河龙王站在原地, 没有动作, 有些怅然道, 聂龙,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还不束手就勤, 与我回大唐官府接受审礼。 沈落冷声道, 接受大唐官府审礼, 就凭他们也配, 本王已经在寡龙台受过一次呛手之行了, 怎么? 还想再斩我一回, 金河龙王冷笑道, 那便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沈落目光一寒, 手中斩龙剑再次请起, 可恨天道不公, 冤屈难诉, 仇怨难报, 饺子, 好一颗龙手, 够胆就尽管来拿, 哈哈, 金河龙王眼中全无巨色, 一拍自己的额头, 狂笑道, 沈落见状, 心中也略微有所触动, 这念龙虽然造出杀业不少, 可这一番气魄却终究不是谁都有的, 关你行迹气魄, 也算是一方枭雄, 我沈落如今虽只是无名之辈, 但日后必会闯出一番事业, 今日你死于我手, 未来也必不算辱墨, 沈落心中也不由生起一股豪气, 说道, 去知少年林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能有如此雄心, 未来也必不是极极之辈, 罢了罢了, 来斩罢, 金河龙王看着沈落说话时的神态模样, 眼中竟是闪现了些许再赏和艳羡神色, 沈落文言目光微明, 口中不再言语, 手中常见异情, 飞身跃入半空, 做事就要斩杀龙王, 沈大哥, 见下留人, 就在这时, 一声急切呼喊从远处响起, 一道人影朝着这边急速而来, 沈落听那声音熟悉, 一时间有些迟疑, 便又收剑落了回来, 紧接着, 他的身前便有一道俏丽人影飞身落下, 赫然正是马秀秀, 只不过与往日装束不太一样, 今天他穿了一件紫黑长袍, 腰缠玉带, 头上长发高高竖起, 零有了往日的娇小憨态, 反而多出了几分淡恋灵力之感, 马姑娘, 你这是, 沈落眉头紧皱, 心中却多了几分猜测, 沈大哥, 今日求你放过他一次, 日后不管需要什么报偿, 我都一定满足你, 马秀秀双手抱拳, 冲着沈落深深居了一躬, 马姑娘, 你这是为何, 沈落问道, 舅秀, 你, 金河龙王一生轻患, 嗓音竟然有些哽咽起来, 沈落见此情形, 心中的猜测顿时多了几分确定, 第557章当年隐秘, 沈大哥, 只要你能够饶他一命, 我愿意将我所知恋深坛的隐秘和盘托出, 马秀秀一语说吧, 竟是直接跪倒在地, 马秀秀, 你果然和恋深坛有软, 沈落听闻此言, 冷声说道, 沈大哥, 只要你今日手下留情, 怎么样都好, 哪怕是要我以性命交换, 也在所不惜, 马秀秀将投尘得更低, 再度说道, 不可, 金河龙王闻言, 顿时惊慕不已, 你和这金河龙王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做到如此地步, 沈落面色一阵阴晴变化, 忍不住问道, 沈大哥, 他是我的生身父亲, 你说我怎能不救, 马秀秀大声反问道, 说话间, 他猛然间抬起头来, 脸上已经满是泪痕了, 沈落虽早有所猜测, 但听到马秀秀亲口承认还是有些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马秀秀竟然会是金河龙王之女, 听起来很难以置信是吧, 如果没有那些人作恶, 我大概也会用伤那的令人尊崇的敖姓吧, 我大概也会是个生长在龙宫, 不安事事的小龙女吧, 马秀秀男男说道, 沈落却从中听出了些莫名异味, 开口问道, 那些作恶之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人只知我父为赌一时之气, 不遵御地旨意, 擅自修改不与时辰和数量, 便因为逆天道被推上了寡龙台, 谁又去追寻过这时背后跟有, 马秀秀问道, 对于当年金河龙王与元首成赌斗之事, 沈落原先已经知晓了, 可听马秀秀的言下之意, 此事似乎还另有隐情, 马姑娘, 到底有什么话, 还请你说清楚的好, 沈落咒眉道, 马秀秀刚要说话, 却被金河龙王阻止, 还是由我来说吧, 沈落目光逆转, 将视线移到金河龙王身上, 手中的斩龙剑却没有松开半分,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的金赵福尹马温李生有一次女, 名曰怨然, 胜得财貌双全, 在长安城中颇有家民, 金河龙王视线飘向远方, 思绪似乎也回到了当年, 在他的唯唯叙述中, 沈落听到了一个与之前所知, 很不相同的不挂赌斗之事, 当年, 堂皇李世民一次外出近山围猎, 返回石赛西金赵银马温李府中, 见到了那位财貌双绝的马家二小姐, 当即被其财貌折服, 赞赏不已, 为了笼络当朝国师袁天刚和他背后势力庞大的原家, 堂皇自作主张为马元两家地结姻缘, 将这位马二小姐赐婚给了当时同样才华冠绝, 给京城的原家二公子原亲, 这在当时整个长安城的所有人看来, 都是一件株连碧盒的美事, 人人为之称道, 可谁都不清楚, 那位马二小姐在一次游和在外时失足落水, 被幻化成人形的金河龙王就下, 两人早已经一见钟情了, 只是碍于人神有别, 金河龙王才一直都没有行三书六聘之礼, 却不成想被堂皇横插一脚, 弄成了当下这个尴尬局面, 马二小姐碍于礼教, 虽然与金河龙王情深一睹, 却仍是无奈与之分别, 被父亲强逼着出嫁给原家二公子, 直到得知心爱之人即将嫁做人妇之时, 金河龙王终于再也忍耐不住, 在原马两家大张旗鼓准备举行婚礼之时, 奋起抢亲, 将马二小姐夺回了金河龙宫, 原本原马两家, 乃至大唐官府都因此事震动, 要攻打金河龙宫, 却被原亲阻止了, 原亲在从马二小姐口中, 亲口得知两人是两情相悦并且已经私定终身后, 忍痛收回了聘书, 成全了两人, 可惜这位才华惊人的原二公子, 也是个痴情之人, 虽然忍痛成全了他们, 心中却始终对马二小姐念念不忘, 最终思念成疾, 郁郁而终, 痴情若只是到了此处, 那也还只是一场爱而不得的悲剧, 可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让这件婚变之事, 走向了另一个结局, 我与怨然行了婚嫁之礼后, 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时光, 那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了, 之后, 原家的家主原天刚, 为了给职儿原亲报仇, 故意幻化成补卦之人原首成, 继我与之赌斗, 最终假借未争之手将我斩杀, 金河龙王越说语速越快, 神情也变得越发激愤, 你说原首成是原天刚所化, 沈落咒梅道, 先前他也曾听成国公说起国这事, 大唐官府对于原首成的身份也很是疑惑, 只是此人身份实在太过神秘, 金河龙王被斩首之后, 他便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从此再无踪迹, 不是他还能是谁, 有那般不问先知之能, 又善操弄人心, 金河龙王冷笑道, 在那之后没多久, 母亲就生下了我, 只是父亲已经生死, 我们便被赶出了金河龙宫, 幸得父亲固有救助, 才得以存活下来, 可惜, 母亲在我七岁那年, 也抑郁而终, 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我们一家团圆的时刻, 马秀秀一拳砸在地上, 眼泪巴搭掉落, 沈落听得仔细, 心中虽也未知伤怀, 却仍是说道, 即便你要报仇, 也该去寻援天刚和陛下两人, 为何要迁怒整个长安城, 导致生灵涂炭, 无辜枉死呢? 无辜, 当年原亲一死, 有多少长安百姓聚集金河两岸, 不断投石河中, 被我父母日夜咒骂不停, 当父亲被未征斩首之后, 又有多少长安百姓拍手称快, 举火相庆, 他们当中可有一人记得, 我父亲掌管金河多年, 一直水波不新, 风平浪静, 星云不雨, 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才庇护着他们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马秀秀猛然从地上站起, 大声则问道, 沈洛文言, 一时监禁也不知如何辩驳, 他们都是先忘恩负义的余化之民, 此有余孤, 马秀秀似乎由不解气, 牧生骂道, 马姑娘, 哪怕你说的并没有错, 可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间有多少新生命降生在长安城中, 他们有的甚至还在强宝之中, 根本不知道当年的风波, 他们又有什么罪, 沈洛叹息一声, 说道, 他们罪在, 不该生在这个充满罪恶的长安城, 马秀秀目光一寒, 怨念不解道, 第五百五十八章归尘而去, 金河龙王看到女儿这一幕, 目光微微一颤, 眼中闪过了一抹一样光芒, 她的整个精神器像是瞬间垮了下来, 身形也不再挺拔, 舅秀, 为父可能真的错了, 她悠然叹息一声, 说道, 马秀秀闻言, 雷头身簇地看向她, 不解道, 父亲何错之有, 作为父亲, 我没能给你任何东西, 却给了你这一身仇恨, 我是真的错了, 错得太离谱了, 她抬起手轻轻抚摸了一下马秀秀的发思, 眼神融合道, 父亲, 你在说什么, 你没错, 我们都没错, 错的是他们, 马秀秀听罢, 面色突然一僵, 后退两步后, 大声喊道, 金何龙王的手将在半空, 面上浮现出了一抹伤胆神色, 马秀秀不愿再与她争辩, 扭过头看向沈洛, 说道, 沈大哥, 你就放我们走吧, 今日恩情, 我一定永世不忘, 日后必将百倍偿还, 我可以不杀他, 沈洛收剑在身后, 说道, 马秀秀闻言, 顿时大喜, 正要开口道谢, 却看到沈洛摆了白手, 阻止了他, 我可以不杀他, 却不能放他走, 此番鬼患祸乱长安, 对阴阳两界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我没有权利让他离开, 一切事情都由地府和大唐官府定夺吧, 沈洛说罢, 取出了一张黑色薄书, 手掌一搓, 就将枝柔碎了开来, 随着黑色薄书化为灰烬, 一层黑色烟雾从中生出, 化作了一团旋转不停的黑色漩涡, 不多时, 一张赤红马脸率先从漩涡中探出, 紧接着才是他的腿和身子, 沈洛眼见勾魂马面出现, 正想上前打招呼时, 却看到他走到一边, 抬手掐了一个法掘, 朝着那黑色漩涡打去, 随着嘶嘶吕法力渗入, 那原本应该消散开来的黑色漩涡却没有马上消失, 一只黑色官靴也随之从后方看了出来, 在那之后, 一席眨眼的大红官袍也随之出现, 竟是钟奎也来了, 见过两位前辈, 沈洛立即抱拳道, 不必多礼, 你做得很好, 钟奎一摆手, 说道, 说吧, 他目光一转, 看向金河龙王, 双眼之中开始闪烁起淡金色的光芒来, 一股无形威压轻压而下, 顿时令金河龙王身躯一矮, 几乎摔倒在地上, 至于一旁的马秀秀, 更是已经瘫倒在地, 无法起身了, 大胆涅龙, 你可知罪, 钟奎一声力喝, 尽好似金雷在耳边乍响, 令沈洛的心都为之猛的一颤, 罪也罢, 错也罢, 都有我一力承担, 一切与秀秀无关, 金河龙王口中这般说着, 强忍了一口淤血, 缓缓站直了身躯, 在女儿面前, 当父亲的哪能卑躬屈膝, 钟奎闻言, 双目中金光逐渐暗淡, 那股无形压力也随之消散, 既然知错, 便与我返回殷私, 你此番再造沙业, 扰乱阴阳, 当入无间地狱, 受轮回无间之苦。 钟奎目光一鸣, 说道, 又尽那红莲夜火之下二十年, 我已经受够了仇恨和痛苦的折磨, 再入那无间地狱也算不得苦, 既然怨然已经不在了, 我继续存活下去, 也不过是继续发散仇恨罢了, 何不让一切尘归尘, 土归土, 消散去了更好。 金河龙王目光悠悠飘向远方, 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温婉贤良的美丽女子。 钟奎闻言, 目光微沉, 竟然没有再说什么, 舅秀, 你未来的路还很长, 不要再与仇恨为伴, 以后要为自己而活。 金河龙王扶起女儿, 语重心长地说道, 父亲, 马秀秀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有些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 金河龙王却只是冲他笑着摇了摇头,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下一瞬, 金河龙王小腹处亮起一道光芒, 沿着任外方向一路向上升起, 沿途不断有光芒吸纳而至, 规矩到了眉心处时, 已经变得泛外光明。 只见其整个人如同燃烧起来一般, 浑身疼的一下, 窜出一道黑色火焰, 整个人便开始剧烈燃烧起来。 其抓着马秀秀的手上, 鼓鼓灼热无比的力量渗透而入, 进入了他的体内。 啊, 马秀秀忍不住痛苦哀鸣, 身上皮肤寸寸军裂, 浮现出层层淋斑。 他的一声脆响, 一颗拳头大小的雪白龙珠刺金河龙王的眉心处分离而出, 应声碎裂。 无数萤火一般的金纯龙猿从碎裂的龙珠中飘散而出, 在半空中汇集成了一条雪白银河, 朝着马秀秀的眉心猛冲了下去。 父亲, 马秀秀眼看着父亲的身躯一点点虚化, 如灰烬一般飘散开来, 直到纳握着他手腕的手掌也消失不见, 终于忍耐不住, 嚎啕大哭。 与此同时, 他的眉心处随之传来一阵剧烈灼烧之感, 源源不断的龙猿如江海道观一般涌入了他的体内, 令他的身躯也随之散发出雪白的光芒。 马秀秀口中不断传来痛苦的哀嚎之声, 整个人倒在地上, 挣扎抽搐不已。 沉落见状, 立即上前, 就想要将他扶起。 只是他的手才刚一探过去, 自己体内的雪叶镜也像沸腾起来了一样, 浑身传来一股燥热之感, 一缕雪白龙猿竟然从银河之中分离出来, 朝着他的指尖流淌而至。 沉落指尖接触到龙猿的瞬间, 那道光芒顿时刺穿他的皮肤, 涌入了他的体内。 很快, 他也开始倒地不起, 浑身剧烈抽搐起来。 隐约之间, 他感受到体内血液正在与那流入体内的龙猿相互结合, 两者之间好似能够互相补异一般, 激发着彼此不断在沉落体内涌动。 沉落体内的法力竟然也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下, 自行运转起来, 速度之快远比他自己修炼时高出许多倍, 恍惚之间, 静好似回到了梦中修炼时的感觉。 只是这股力量冲撞的速度实在太快, 令他也有些经受不住, 几乎神识都要失手了。 一念虚弱之间, 他的视线也变得有些模糊, 只是隐约中看到眼前马修修的身躯在一片近乎透明的白色滑光中变得越来越亮, 其苗条的身形也似乎拉得越来越长。 哦, 伴随着一声嘹亮的龙吟之声, 马修修彻底退去了人形, 化作了一条鳞片幽黑, 体内却发散着白色光芒的真笼, 冲天而起, 破空而去。 钟葵在一旁, 默然看着这一切, 并未出手阻止。 而他脚边的沈落, 已经吸收了残余的全部龙元, 浑身皮肤变得一片通红, 身形痛苦地蜷缩在一处,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快要煮熟了的瞎子。 大人, 这小子他不会有事吧? 勾魂马面看得忧心不已, 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放心吧, 他这是得了一桩天大的机缘。 只是有些奇怪, 这些龙元为何会进入他的体内? 钟葵说着, 眼中也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第559章昏睡半月, 是不是他的血脉有什么特殊之处? 勾魂马面摸着下巴, 询问道, 他身负龙血, 这个我察觉得到, 但是仅凭这个的话, 龙元或许会进入他的体内, 可也绝不会像眼下这般平稳才对。 钟葵扶了一下胡须, 说道, 大人, 您管这个叫平稳, 勾魂马面看着沈若倒在地上, 翻来滚去好似垂死挣扎的样子, 不禁咽了口唾沫。 若是正常情况, 龙元进入普通人体内, 早该排斥严重, 那身子当下就已经炸了, 他却能坚持到如此地步, 算是很不寻常了。 钟葵说道, 说吧, 他的心中不禁冒出一个古怪念头, 这些龙元莫非是纳金和龙王有心赠语的。 勾魂马面看着沈若, 瞪圆了眼睛, 自然也是想不明白。 地府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 我先走一步, 你在你照看着他。 钟葵一语说吧, 就已经飘然远去了。 勾魂马面叹了口气, 走到一旁默默坐下, 眼睁睁看着他在地上打滚, 一身气息却逐渐从宁魂初期一路上涨, 直至连破两层关爱, 进入了宁魂后期。 呵,臭小子, 再打几个滚, 是不是就该我喊你一声前辈了? 弓魂马面惊叹不已, 只是他的话音刚落, 沈若就身子突然一挺, 躺在那里彻底不动了。 他心中已经连忙上前查看了一下, 却发现沈若并无大碍, 只是昏死了过去, 这才放心。 沈若自己则只觉得好像是做了一场漫长而昏暗的梦, 等他醒来时, 人却已经回到了国公府邸了。 而此时, 距离那一场混战, 已经过去半个多月。 清晨, 一缕阳光从窗棱间透射而入, 打在沈若的眼瞼上, 他的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 双眼才缓缓睁了开来。 他下意识地遮挡了一下眼睛, 而后缓缓坐直了起来, 起身下了床。 推开门窗后, 看到门边立着两个模样娇小的侍女, 院里还站着不少富甲守卫, 眉头微醋了一下, 询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尖师, 您醒了, 这里是国公府, 一名婢女立即失了衣礼, 说道, 另外一人责忙告退一声, 说是要去通知城国公, 而后便小跑着离开了。 沈洛本想询问一下其他人的状况, 又觉得眼前的侍女也不会知道, 便关上房门, 转身回了房内桌边坐了下来。 坐下之后, 沈洛暗自运转法力, 同时以神念内视自身, 脸上神色顿时一变, 惊叫道, 我这法力, 什么时候, 他这才发现自己赫然已经是宁魂后期修饰了, 而对于自己被龙元贯体一世, 一时间确实半点也没能记起。 正在他惊诧之际, 房门就被敲开, 七八个城府的下人们, 端着一叠叠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给他摆在了桌上。 沈洛早都过了壁谷期, 自然是不会觉得饥饿, 可当鼻中嗅到这些饭食香气时, 还是忍不住食指大动, 稍一洗漱过后, 便坐下来大块朵一起来。 咚咚过了片刻, 没关的门口处,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沈洛转头望去, 就看到一个身材高挑, 傅若宁智的红衣女子正站在门边, 满眼笑异地打亮着他。 借道友, 快进来坐。 沈洛烈嘴一笑, 也不起身, 直接招呼他进来。 看这样子, 已经完全恢复了。 借雨昕也不客气, 一边说着话, 一边走了进来, 静止在他对面坐下。 有那模样伶俐的侍女, 早已经取来了一副碗筷, 给他送了上去。 借雨昕并未动碗筷, 只是斟了一杯酒水给沈洛, 而后才给自己也倒上, 举杯敬向沈洛。 你这是做什么? 沈洛有些差异道, 借沈大哥先前的救命之恩, 借雨昕由衷说道,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说起来, 你之前伤势也不轻, 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沈洛闻言, 盲摆了白手, 笑着说道, 快, 沈大哥怕是还不知道, 距离我们复阴间 与金河龙王交战之时, 可已经过去足足半月有余了。 借雨昕眉头一挑, 疑惑道, 什么, 你是说, 我已经昏睡了半月之久, 沈洛顿时惊呆, 他对此竟然是毫无觉察, 借雨昕正要答话,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哈哈, 沈小子, 你可算是醒了, 不然俺都要找上地府去了, 那勾魂马面送你回来的时候, 说不消三日便能醒, 哪想到会需要这么长时间。 程咬金从院外一路走来, 直接跨过门槛走到了桌旁, 坐了下来, 见过程国公前辈, 沈洛宇谢与欣同时起身, 抱全失礼, 坐坐坐, 跟俺还客气什么, 这次长安鬼患, 你们出力不少, 可都是立了大功的。 程咬金笑呵呵地说道, 沈洛和谢与欣相识一笑, 又都坐了下来。 前辈, 我昏睡日久, 不知城中情况如何了。 沈洛开口问道, 你们击败了那条涅龙, 也挫败了恋身坛的阴谋, 这些主导祸患的家伙被根除以后, 城中鬼患反而不算什么了, 这些十日以来, 已经被清除得差不多了。 城南大部分师弟已经都被重新收回, 只是要想安置百姓回去, 还需要歇时日。 程咬金说道, 那就好, 对了, 当日陆化明同样受伤不清, 他现在如何了? 沈洛忽然想起仪式, 连忙问道, 那小子, 这次实在是太逞强了, 在那种状况下用出那招, 身子透支得太过厉害, 稍有不慎就要伤及大道根本了。 好在救回来得及时, 国师亲自出手, 为他调养疗伤, 减除了体内隐患, 只是没可耐何地跌了境。 城咬金文言, 面上流露出些许则被神情, 说道, 那他现在何处? 沈洛问道, 说起来, 金河龙王最后虽然是被沈洛亲手所情, 最终自散龙元而亡, 可要说真正击败他, 却还是陆化明出力最多。 他两日前就已经醒了, 来看过你一次后, 就闭关去了, 看那样子, 实力不超过跌境之前, 是不会出关了。 不过道也不用担心, 他本就天资绝佳, 这次跌境对他来说, 也未必就是坏事。 倒是你, 突然提升了个小境界, 可有何不识之处? 城咬金问道, 第560章道别, 沈洛文言, 又下意识探查了一下子深, 才开口说道, 为什么大爱, 除了还有些疲倦外, 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识之处? 这次你们救了堂皇, 陛下感念恩泽, 会有重赏赐下, 只不过眼下整体的战损和功绩评定 也都还未完成, 得过些时间才能颁布下来。 沈洛, 先前答应给你的二元真水, 到时候也会一并发放下来。 城咬金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多谢陛下, 多谢前辈, 沈洛两人连忙谢恩, 哎, 当真是自古英雄初少年, 你和化明这一辈人比俺们年轻的时候, 已经不差什么了, 未来前途, 无可限量啊, 哈哈, 程咬金先时一声叹息, 随即朗声笑道。 沈洛文言, 微微一致, 一时间竟是听不出这位国公大人是在夸赞他们, 还是在夸赞自己。 做了一会儿后, 程咬金又以自己个人名义, 送给了沈洛和谢雨昕各自一瓶丹药, 然后便告辞离去了。 谢雨昕拿起药瓶看了一眼, 见其上赫然写着三个字,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惊喜之色, 开口道, 竟然是青天间丹需赌产的大黄丹, 这可是增益修炼的上乘丹药。 沈洛见状, 眼盲打开瓶塞, 将丹药倒了出来, 仔细打量起来。 脚瓶里数量有限, 只有七枚大黄丹, 每一颗都有龙眼盒那么大, 黄澄澄, 圆滚滚的, 表面泛着一层光泽, 散发出阵阵药草香气。 前辈这次个人都拿出这么好的东西奖赏, 想来陛下的赏赐只会更加珍贵。 沈洛黑黑一笑, 将丹药收了起来, 沈大哥, 我这次过来, 其实是来跟你道别的。 这时, 谢雨昕才开口说道, 道别, 你要走了吗? 官府的奖赏不是还没发放, 这么着急离开做什么? 沈洛差异道, 沈大哥, 你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 我有一个兄长早年被奸人所害, 落得神魂残缺, 丹田净毁吗? 如今从你这里得来了炼身坛的神魂修补秘术, 也从大唐官府这里得到了一门丹田剔造之法, 便想着尽快赶回去。 谢雨昕看向沈洛, 缓缓说道, 原来如此, 那是应该尽早回去。 沈洛点了点头道, 谢雨昕闻言, 张了张口, 似乎有什么想说, 但却没有说出口。 怎么了, 谢道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能帮上忙的, 一定义不容辞。 沈洛见状, 面上露出些许笑意, 说道, 谢雨昕藏在秀中的手微微钻了钻, 迟一片刻后, 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没什么, 只是此去要回云州地界, 路途遥远, 下一次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这块水云配留给沈大哥, 日后若是来了云州, 便可带着此物来歇云山庄找我。 沈洛闻言, 也没多想, 就点头音下, 将玉佩接了过来。 介于新健壮, 目光微闪, 似乎有些开心, 又似乎有些失落, 只是沈洛却都没注意到。 等到他告辞离去后, 沈洛捧着那块还带有着些许体温的玉佩, 才恍然坚决出些莫名异味, 顿时露出一丝尴尬神色, 摇头不已。 收起那枚玉佩后, 沈洛让下人撤走了屋内桌上的韭菜, 关上房门后, 从怀中取出了两枚储物戒指, 放在了桌面上。 这两枚储物戒不是别人的, 正是先前被他斩杀的赤手真人和丹阳子这两个叛徒的。 沈洛率先拿起赤手真人的那枚储物戒, 运起久久通宝绝, 不多时就将知恋化, 随手在戒面上一抹, 就将其打了开来。 随着储物戒上光芒一亮, 魅力所存之物一个接一个浮现而出, 落在了桌面上。 沈洛视线扫过, 一一打亮起来, 他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先前赤手真人曾经使用过的那柄五火扇, 其上毛雨鲜亮, 色泽却各不相同, 看起来似乎是由几种妖精的羽毛制成, 散发着阵阵凌厉波动。 沈洛手指续按在雨扇之上, 缓缓将一丝法力督入其中, 扇面之上顿时采光大作, 一层接一层的符纹禁制接连浮现, 赫然有十五层之多。 居然是比五月真行印还要多出两层禁制的极品法器, 可惜是火属性的, 与我无名功法不相称, 使用起来只怕威力会打折扣。 沈洛南南自语道, 说吧, 他放下无火扇, 目光又落在了一块颜色翠绿的长条状叶片上。 那叶片上纹里细长, 看着不像是一块完整的叶片, 倒像是从某片叶子裁剪下来的, 通体晶莹如翠玉, 咬面泛着一层带有玉石质感的银泽光芒。 沈洛年起那片叶半, 发现其入手颇沉, 但晃动之间仍有树叶柔润触感, 可当沈洛将法力度入其中时, 叶片上除了亮起些许光芒外, 并无任何异状, 显然并非什么法宝器物。 研究了一会儿, 沈洛也没发现什么特异之处, 只好作罢, 又查看起其他东西来。 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 沈洛还在其储物界中找到了一塌青色符纸和数十张紫色符纸, 以及三四个白玉瓷瓶。 符纸皆是青霜纸和紫云纸, 离什么特别之处, 那几个白玉瓷瓶倒是不俗, 装的全都是品阶不次于大黄丹的上乘丹药。 其中三个沈洛认识, 分别是补义修行和辽制伤势的丹药, 只有剩下的一瓶, 里面仅剩三枚丹药, 颜色火红, 上面皆有特别的火焰纹路, 沈洛以往从未见过。 不过, 此丹闻着便有一股灼烧刺激的味道, 一看便知不是什么温补丹药。 除去这些东西之外, 赤手真人的储物界中, 也就只剩下两百多枚仙玉, 就一个宁魂七修事来说, 实在算不上富足。 沈洛这些物件全都收起后, 又炼化了丹阳子的储物界。 他将手指拂过丹阳子的储物界, 界面之上也随之有光芒闪过。 就在这时, 沈洛神色忽然一变, 立即眼珠口鼻, 身形向后倒退的同时, 抬手凝聚出了一团晶莹水叶, 打向了那枚戒指。 紧接着, 一股墨绿色的毒气立即从戒身蔓延开来, 却刚刚好被那团水叶包裹住, 没有外泄出来。 随着流出的毒气越来越多, 那团包裹在外的水叶也随之膨胀的越来越大。 过了片刻, 储物界中的毒气逐渐释放完毕, 裹在其外的水叶大球也长大得足有水缸那么大, 晃晃有优地, 看着好似随时会破裂一样。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